楚歌说电影,只说好电影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一部 根据真实历史拍摄的影片 《换卫者》 1937,8月31日 日军在军舰、飞机、坦克的掩护下 集中兵向宝山发起轮番猛烈进攻 宝山三面受敌,危在旦夕 守军伤亡惨重 眼看城门已被攻破 日军已经围了上来 危急时刻,姚子清率部及时赶到 打退了日军 日军虽然暂时退了 但随时会组织下一波进攻 姚子清立即召开布防会议 此时,岛山南北两面已经失守 围墙遭多日炮轰 以无险隔守 日军上有飞机 下有坦克 黄浦江上还有几十门舰炮 而我军全员仅600余人 四门迫击炮 200发炮弹 16挺重机枪 600多支老步枪 是全部加档 战况已是万分危机 姚子清随即下达布防命令 与其被动困手宝山 不如主动 遇敌于外 不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防御阵地前移 利用城外的地势 在坡道上修筑战壕形成 交叉火力 把北南东城门封闭 只有西面 作为人员物质的出入 加固宝山的防御攻势 居高驻险 加固城防 主位 捍卫国土 是我等军人的天职 保山城的安危 关乎整个松湖战局 绝不容实 传我的命令 凡 懈怠着 为敌者 听敌者 违抗军令者 一律 军阀处置 严惩不淡 第二天 日军集结飞机二十余架 坦克近三十辆 向宝山阵地 发起猛烈进攻 在炮火的掩护下 日军步兵摸了上来 眼看日军步步逼近 姚子清却下令 所有人不得开火 突然 日军左侧树莲中 抛出大量手榴弹 日军被炸了个措手不及 乱了阵脚 姚子清随即下令开火 右侧也忽然杀出一队人马 对日军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战士们冲出战壕 发起冲锋 击退了日军的攻势 首战告解 夜里战士们在城内 唱起了湖南花鼓戏 在战场上 今日不知明日之事 这也是战士们 唯一能够放松的时刻 此时姚子清看到 战地护士曹素军 在墙头伤心的烧纸钱 他的父亲 在白天的战斗中牺牲了 姚子清声表惋惜 并劝说曹素军回去上海学堂 曹素军却说 我是战地医护人员 不能退 而且宝山就是我的家 我哪也不去 接着他问姚子清 你们还会守多久 你要家重 我要过狠 敌不退 我不退 工程受挫 日军正在策划下一轮 更猛烈的进攻 从东南两面扬弓 牵住住姚子清的主力 大部队从狮子林方向 直接攻入宝山 以人数优势 令姚子清首尾不能顾 深夜 沉东沉南 同时响起枪炮声 姚子清诉令副营长 李仲贤率人支援东面 自己则带人去支援南面 此时通讯员报告 狮子林方向有大批敌军集结 姚子清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 当下判断 日军的真实主力 是狮子林方向 随即下令 李仲贤带人去狮子林 往宝山必经之地伏击 令东面的弟兄们死守东门 自己则带人直奔南面 与南面守军合围 全坚进攻日军 日军南面失败 全盘结束 指挥官只得下令撤退 虽然再次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但此役 93个弟兄牺牲了 有生力量仅于400余人 接下来的战斗会更加的险恶 姚子清悲痛的陷入了沉思 次日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吕布已经增派一个预备营前来支援宝山 但还面临一个问题 支援部队最少要四个小时才能赶到宝山 而日军的支援不需两小时就能赶到 姚子清决定 亲率小部队主动进攻 拖住敌人争取时间 副营长李仲贤第一个不同意 此去定是九死一生 但军中不可一日无涮 他愿请命带兵前往 一番争论后 李仲贤集合部队准备出发 临行前 二人护行军力四目相识 愿下辈子咱俩还能做兄弟 日军方面通过情报得知 中方已增派援军 随即调动飞机坦克 对援军进行包围 这下援军到不了了 副营长李仲贤也伤重牺牲了 姚子清悲痛不已 是要今日拿下宝山 集结军舰多艘 飞机十余架 坦克数量猛攻宝山城 猛烈的炮火不断向宝山阵地袭来 很多战士被炸得血肉横飞 炮火一停 日军的坦克和铺兵就攻了上来 瞬间就被火光包围 大地被烧成了铁红色 战士们痛苦地在阵地打滚 姚子清已被这突如其来的炮火打磨了 但他立即反应过来 命令部队立即撤退 锦鱼的战士背着伤员撤到了城内 今夜的宝山异常安静 但却更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此时吕布来电要求姚子清突围撤退 他挂断了电话 他明白宝山的重要性 没怕多手一秒都是有意义的 他翻开一张名单 那上面是600个人的名字 看着一个个被自己勾掉的 他悲痛万分 那都是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 如今都以为国捐去 此刻他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儿 留下绝笔 然后毅然勾掉了自己的名字 他亲手炸掉了自己的指挥部 来到镇前 守宝山六日 600人如今仅剩24人 姚子清将公文包交给警卫员 下令所有人员立即撤离宝山 而他自己则跳进了战壕 他与宝山共存亡 弟兄们都明白营长的决意 但他们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更不能让自己的营长独自一人赴死 毅然转身跳入战壕 最后只有警卫员 带着陈继光撤离了宝山城 因为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 他必须把公文包送出去 这里面是600条人命 是600个为国捐去的弟兄 他要让世人知道 他们是为了捍卫中国国土 而慷慨赴死的英雄 次日清晨 日军的援军赶到 对宝山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日军以坦克开道突入城内 23名战士拼死抵抗 与人肉炸弹炸毁坦克 但在日军数倍兵力面前 身边的弟兄一个接一个的倒下来 姚子清带领仅存的弟兄转入巷战 地仗城内建筑 与日军进行最后的肉搏战 日军将他们团团围住 战士们以必死的决心冲向敌人 子弹打光的就与敌人肉搏 动弹负伤的就拉响手榴弹 与敌人同归于尽 三营战斗至最后一兵一组 集体壮烈殉国 姚子清将军与六百壮士 羽成邪王的壮举 让凶暴的日军 也不得不被中国勇士的精神所折服 日军进城后 下令将死者的尸体收敛掩埋 以示对姚子清部的尊敬 换卫者讲述了姚子清将军 率领六百壮士固守宝山城 与上万日军玉血奋战七天七夜 最终寡不敌众 全营壮烈殉国的故事 日军为占领宝山城 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据说丹索号弹药一项 价值便在十万美元以上 姚子清将军是何许人也 历史上他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勇有谋的青年 平时戴一副眼镜 像个文弱书身 但打起仗来却异常的勇猛 他16岁考入黄埔六七 18岁当上排长 21岁身为连长 26岁就已经是营长 年仅28岁却壮烈殉国 手下许多战士也大都是年轻人 当国难来临之时 他们义无反顾奔赴战场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捍卫身后的国土 战争虽已离我们远去 但也不过数十载 战争篇的意义 也不仅仅在于 让我们铭记那段历史 更在于让我们珍惜 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